沟通室给我的总结就是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 我跟金宝彼此可以 互道想念 道谢 道爱 然后最后道别 真正的死亡是从被遗忘后才开始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到 很老很老白发长长的时候 我还是会记得 我跟金哥还有金宝的快乐的时光 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会以为 是人类在饰养小动物们 给他们物质上的饰养 那更多的其实是 小动物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救赎